大学宿舍讨厌的室友 拉眼睛 小莲 我俩说话你听着了吗 长得我俩口咳嗽 哎呀妈 你俩可真交情 那不都开窗户了吗 有味吗 老拉味了 你自己闻不着 你以为俺们愿意开窗户呀 那是冷寒天的 开窗也有味 那我这衣服上 毛巾上 头发上全是味 你俩并没完没了了啊 再说也埋天啊 你一摊哪都是灰 你还不收拾 你说你还老鬼上头走 那上面那老新衣服 我都怕你给我点着了 多危险啊 哎呀别默契了 再说你老新闲子的衣服不穿 你上闲鱼卖了呀 最近大家都在闲鱼EPB上 卖闲鱼卖钱 卖的可快了 点练习快试试吧 迟到了迟到了 不整了 啊啊啊 你说他等这书 啊 我说的有毛病吗 天天等这个的 哪有啥好人呢 哎呀我天 盈盈 你把二分刮上了 你干啥呀 我我我我怕你揍我 我我说说错了 你说的对 对不起 我也不整了 哈哈 大学情侣吵架男生的固定话术 今天咱西部展演 最下面拍你咋样 他说他先到了 哎那个是不是赵凯呀 旁边坐个女的 啊 好像是啊 哎你太烦了 哎呦开玩笑呢 烦 嘿 你对象啊 我先走了 小哥来了 咱姐哥 你坐那边啊 坐那边干啥呀 坐后面后面 小哥你生气了 我和他没什么 我就把他当好哥们的 哼 这话听得这么耳熟的 哼 是个男的吵架就会说这话 我把他当好妹妹 我把他当好哥们 我们只是朋友 你过来干啥呀 你俩聊得那么开心 你俩出去吧 你不要胡思乱想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想哪样了 你俩在那打枪骂笑 我还能想啥呀 你要那么想 我也没办法 你这是啥态度啊 那你让我说什么 哎呀 这话我的前男友们都说过 你出过多少个呀 你管呢 反正男人都这样 这都是固定话术 这件事就当我错了好吧 啥叫就当你错了 他手机坏了 借我手机用一下 正好让你看着了 换个手机又不贵 你让他上转转PP看看呗 我这二手的iPhone11 才2000多 比新的便宜2000多 你承受真好 还免费保修一年 我也去看看去 别生气了小哥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第一次对一个女孩这样 小哥 我是真心骗你的 我是第一次 被一个女孩抓包发现 你这是内心独白吗 你和他们不一样小哥 只要你不提分手 我绝对不会提的 你这句话啥意思啊 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特别不好骗宝贝 你要是再抓我一回 我提分手比谁都快 大学是有和对象吃饭的不同状态 我跟你去打饭去呗 没事 马上完事了 人多几六年 再给你烫着 哎呀 这对象处的可真是羡慕啊 傻人有傻福啊 哎呀 打饭那么多人 你也不帮我一把 接一下 接一下 昨天我打 今天你打 正好咱俩一提一天的嘛 来吧 吃吧 都是你爱吃的菜 这几个也都是给你点的 哎呀 我能吃老人香啊 你真烦人 哎呀 你别站住 我跟你包下 你别别扎着你 哎呀 不用 妈妈 以后咱俩别坐大厂旁边呢 我狗粮都吃饱了 来张嘴 宝宝喂 啊 你这家家这么甜呢 哎呀妈 真恶心 哎呀 快掉了 哎呀 你吃你的 我捡 我再给你求张新的去啊 哎呀 这虾扎着我了 他俩吃完 各班各的手机 连话都不说呀 哎呀 快吃你的吧 哎呀 哎呀 你说你吃个饭连快都拿不住 你再给我求一双去呗 哎 哎 凑凑用得了 吃饱了吗 再来点饭和酒甜点呗 不吃 我都胖了啥样了 不胖 太瘦压不舒服 刚好每团外卖超市大牌日 皮排零食和牛奶最高满99减40 这些缺口才50多 打开每团外卖搜索到那 或点评论区就能参与 我说我咋没个福气呢 原来是我太瘦压不舒服啊 你要吃完咱俩赶紧走啊 病人当电动泡了啊 咱俩也去买点小甜点呗 赵凯 我和你说话呢 这刚吃完饭你能吃得下吗 你都多少斤了 胖子糊的 大学室友都在哪里约会 哎 这这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这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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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孝了咱俩没地方去 外面还冷 食堂关门了 张罗教学楼里没人还暖和 咱俩赶紧约会啊 哎呀 不是 不是 下去了 哎 你没看着吗 楼梯里干得有个小情侣 嘿嘿嘿 哎 咱来搁这儿落个磕呗 没人啊 没人 灯都关了 进来呀 小哥 你也搁这儿了 我俩搁这儿研究这道题呢 X等于根号2 你会了吗 不好意思啊 学吧 那咋 我把灯跟这儿关啊 不用了 我俩稍稍稍走了 人还不少呢 还可能装学习呢 X等于根号2 这不行 没人 你坐着点 没人啊 你坐这儿吧 坐那儿干啥 坐墙边 过来点儿看不着 那我坐里面 我还给你带我吃的呢 你尝尝这个 我不吃 我不吃 烦给你 是不是有人来了 别吓我 没事 可能是别的学生 你喝点这个 灵热糖的 我老喜欢喝这个了 麦克斯丹东草莓酸奶 先天款 平时买不着呢 噓 没看着咱俩呀 嘿 好像没看着 嘿嘿嘿 你俩不会起这干啥呢 啊啊啊啊啊啊 跟着言人这就要提了 这等于跟二是吧 对跟二这个 大学宿舍爱莫林的室友 哎哎哎前两天活动 囤的紫金到了 这么快呀 多少钱来我转你 哎我算一下咱一共是两箱 一百三十二一人三十 给你转了三十五啊 我转那么多个啊转三十二就行 这来来回回取快递当跑水费了 哎那挺好哎哎小莲我把纸给你搞桌了啊 我也给你转了三十五 知道了 小莲纸给你搞桌了啊 啊 那还有上回给你带饭的二十七块钱 哎等会一样一样来 样不乱套了 三十二哈我转你了啊 三十 还有上回吃饭那个二十七那个 啥钱啊我咋不记得了呢 这周一中五你点了麻辣香锅二十七 今天都周六了嘛这么长时间我都忘了 要是我都忘我一次要了 啊对了周三晚上我给你带了两斤橘子十一块钱 你也没给我呢 我的天哪你们当时咋不说呢 当时说了你也没给呀 给你转过去了啊我出门求奶茶去了 橘子十一他给我转了十块你自动抹零了 三十二给我三十啊真能抹呀 吃饭你二十七不知道啥我能给你 奶茶来了也有你这个大杯的奥利奥家 玉尼十八给我二十就行 啊早上吃吧给你转 你干啥呀我玩给你转啊 没事我怕我一会儿忘了你玩啥呀 龙之国物与手游 你醉成猛虫做奇可爱吧 你都是帅哥没你在玩 赶紧陪我打个副本得龙蛋 哎呦我先来给你转 忘不了啊 你的手打青零十六也给我二十吧 我这不十六嘛 主要还有配送费呢 大家一起喝奶茶不能让我一个人拿配送费吧 我刚刚看了你的配送费四杯奶茶才一块五 啊是吗 那你给我转十六块五吧 那我为啥来转二十啊 因为你是大冤种 大学是有分看男友手机时 嗯 哎干啥 你打我手干啥呀 啊不是故意的 拿我手机干啥呀 我手机欠费了想要你的交易一下 你干嘛反应那么激烈呀 你手机里有事啊 没有我不太喜欢别人碰过手机 咋了又低怒了 小哥对象不让小哥看手机 男生不让看手机 有事儿 你瞅我干啥呀 你随便看 我都是你的 呵呵呵呵呵 我就看一下你手机至于吗 给我密码多少 你看我手机干啥呀 你要没花费我给你充 我还没点隐私了 你要是没事你干啥不让我看呢 就是唏嘘 你这密码不是上回的了 你老改的干啥呀 你有完没完了 花费给你充完了啊 有问题 指定有问题 这密码三天两头换 他帮谁呀 你密码多少 告诉我啊 我告诉你啥呀 不是你自己设定的吗 你生日 啊对对对对 嘿嘿嘿嘿嘿 哎呀你是他人个好人啊 哎小哥咋这么背呢 啊你这啥呀 我昨天咋没看着呢 嗯 这不是和哪个小女生玩的 哪有啊 你不是爱喝咖啡吗 特意给你下的游戏猫语咖啡 美食拿铁七包咖啡都能做 捞鱼收菜还能秧小猫 点耍脚就能下载 刚才谁给你发消息啊 那刘浩谁啊 哎呀没谁 拿来我看一下 你平常看我手机啊 我也没看你手机 我数三个数 一 二 你数到一般我也不给你看 我还没点隐私了 啊 刘浩不小哥前男友吗 这嘴上他处的 嘿嘿嘿嘿 还是大大最好 嘿嘿嘿嘿 大大最好 嘿嘿嘿 大大最好 那要不咱别人去了回去吧 来都来了 周日学生会招心 我听说竞争可激烈了 咱们来和学姐换个脸熟 我听说这大大学姐可能摆谱了 行就行 不行也不搭啥 咋不搭啥呢 这不刚点的外卖给人领回来了吗 哎呀行了行了 哎 学姐好 啊 你说 咱进不进呢 她打电话呢 进来吧 她都点头了 嗯 招心 嗯 我现在成不了招这种大一的了 现在小孩不会干活 一点眼力见没有 嗯 咱走吧 都给咱宣判了 嘻 哎 小哥 这纸片咱俩给捡捡 嗯 谢谢 帮你收拾收拾 哈哈哈 真能贴 行 先这样吧 周日再说 你们几个还没走啊 啊 霍姐 我们是刚才给你发消息那个 二一级播音三半的 啊 有啥事吗 嗯 那个周日学生会招心 啊 不是 学姐 我们就是来跟你亲近亲近 以后你有啥事忙不过来 你跟我们说就行 行 你们先回去吧 会儿啊 我跟你说个事 嗯 哎 你们等一会儿来 哎 哎 这对了 正好都放口了 给你买点好吃了 搞点的啊 花那么多钱 你们拿回去吃吧 啊 不会 周末别将就 上美团外卖搜手掌闹 留五十八元红包 汉堡王心意满满双人参舞折起 点评论区就能参与 好 刚才我忘了 周日咱们学生会招心 就喜欢你们这蓬勃的大一新生 有时间你们来呗 哎 好的 好的 谢谢姐 拜拜 真是要人心啊 赵天 你干啥吗 懂了些 给了打呀 咱今天来就不对 求人办事还给他收礼 这啥风气呀 咱得靠实力 大学宿舍爱出风头的身遥 这次小组作业 咱们宿舍得派一个人去讲台讲解 谁去呀 这还用问吗 肯定小格你啊 咱说这 你睡一睡好了 哎 你说每次都小格 老师会不会以为咱启示其他人不上劲呢 那你啥意思啊 你叫阿门咋啊 阿门也行 我上去给他们摇一段行 阿门老师拿了个脸 老师会不会以为咱对他有啥情绪啊 那只能我上了 那也行 杨阳 你没问问小莲呢 我觉得小莲也行 我呀 哎呀 你们怎么能想到我呢 嘿嘿 你想上你就直说呗 拐玩摸角的 那你们都不想上 那只能我来了 我是白小莲 代表我们小组给大家讲解啊 加油 哎 我PPT呢 好像往口下来了 咋的啦 PPT找不着啦 老师我同学电脑坏了换一下 嗯 那个 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就是 嗯 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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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挑快了 嗯 这个就是 是这样吗 嗯 这咋子咋回事啊 看没看呢 行了 下一组吧 哎呀 丢死人了 我这有啥怪的 还不是我的 你们不安慰我 还在那打游戏 冷血 这不是你最愿干嘛的吗 梦幻西游手游 现在中年轻 福利超多 登陆就从专属召唤梁 还开了新服 结作大佬结热闹 嗯 小莲你别难过 我们没怪你 你们怪我啥呀 我为了讲解 还特意做了个新发型 但凡看一眼PPT也不至于讲成这样 我看了五分钟 我觉得我行 行个屁